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最近两人在一起搭档录制综艺节目 挑战宝太空 嘉宾还有王宝强 吴轩宜等人 在节目录制的一个环节中 章与己为朱正廷吃东西 想想应该是一幕非常幸福的画面 能为这么漂亮的女神为东西 是何其荣幸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 朱正廷居然拒绝了朱正廷 拒绝可能是有自己的理由 但是他随口就说 我要的是没有生育过的词画 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被认为很没有礼貌 朱正廷在说完这句话后 全场都感到十分的尴尬 坐在旁边的吴轩宜 直接对张雨琪说 打他 但是在听到朱正廷的这番话后 张雨琪显得非常的冷静 淡定可能因为是在节目录制中 所以就用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掩盖了自己的情绪 要是换作在生活中 朱正廷早就要挨短子了吧 用这样的话开玩笑讲真的 是非常不礼貌了 此事在网上也引起了网友 纷纷发表了评论说 朱正廷没有礼貌 朱正廷说话不经大脑思考 情商太低不尊重女性 对朱正廷好感全无从众多评论 来看大都是一致在批评朱正廷 朱正廷在节目中用生育过的女人来说 朱正廷是真的非常非常不礼貌 即便是开玩笑 也要注意说话的言辞和分寸 这不仅是对朱正廷的不尊重 还是对所有女性的不尊重对于这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pirit 弓球囧